韩国MERS疫情持续扩散 在引发香港政府的高度戒备 礼拜一港府宣布将应变级别 提升到严重等级的红色警戒 并呼吁香港民众暂时不要前往韩国 请看我们来自香港的报道 针对南韩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 香港召开跨部门会议后 15级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宣布 当局对中东呼吸综合症应变级别 由戒备提升至严重 同时并发出旅游建议 呼吁港人如非必要应避免去韩国 他并解释不发出红色旅游警示的原因 对于政府已提升级别 代替正式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的做法 立法会议员郭家琪批评做法 对香港旅客不公平 质疑是有政治动机 都不是事实上的考虑 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 不想令南韩政府或者世卫觉得尴尬 香港多间旅行社宣布 即日起取消前往韩国的旅行团 已报名的顾客可选择转团 保留团费6个月 或扣除手续费后退团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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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